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老婆也逃脱哩 比牛还辛苦哩 比绿还难过哩 你说父母为什么 为什么生了我哩 为什么哩 这只鸽子 唱得好 唱出了你们的心声 也道出了你们的痛苦 师父们 要想过上好日子 咱们大家就要团结起来 向煤矿主多要工钱 自己的权益 掌握在自己手里 没用的 这一说加工钱啊 那就挨打呢 你看 他们打的 还有我这个耳朵 也是让工头打笼的 嗡嗡嗡的 啥也听不见了 你听不懂 说加工钱 没用的 没用 就是挨打的 这位师父 你接着 没用 接着 没用 我 我也不能 韩子 带 好 我 要 明天 没用 开 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部合在一起 插上沙子 插上石灰 把它变成一块 大石头 他没框住 还踢得开吗 那 那他肯定踢不动啊 踢的话 腿都得踢断了 对 说是吧 对 这么简单的道理 我们以前都不懂啊 苦就苦在 我们大伙没文化呀 是啊 像我们这一帮人 又没文化 也没人理 更让人看不起 谁 谁愿意带着我们干呀 根本没人带着我们 没有 没有人带着我们 师父们 这位先生叫李隆志 这位叫蒋坚云 他们今天过来 是想为师父们 办一所工人补习学校 教大家道理 教大家问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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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学校办起来之后啊 我们还要创办一个 工人俱乐部 让大家在做工之余 有地方喝口水 歇歇脚 读读书 看看报 打大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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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大家都同意 那你就走马上任吧 担任工人俱乐部的主任 好 工人师父们 让我们一起 把这件事 干起来 好 干起来 干起来 好 干起来 好 干起来 不好 掉块儿了 进去看看 太子 小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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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命苦啊 活着的时候 就没有打过一次伞 他的父母呢 人在哪里 老先生 这一组 是小尤德的娘 这一组 是小尤德的爹 老贺啊 黑光对不住你们啊 这么坏 我就把小尤德给你们送到这儿来了 哥哥 哥哥 老贺 他是谁啊 他是我儿子 潇潇有的 几岁了 九岁 九岁 就让他嫁框洁 他是你亲生儿子 你忍心吗 宋师傅 毛先生问你呢 还是我说吧 老贺 大家都知道 宋黑脸 没给老婆赎生 现在还欠着钱呢 那小小尤德的母亲呢 死了 费病 死两年了 我 毕竟是要赢了 我 不过 有几岁啊 我 我保证 以后绝不让孩子下矿井了 莫先生 这把伞您带上 路上用得着 只是不好意思 十把破伞 还是你留着用吧 你一定要收下 这把伞 和您那把伞一样 您的伞 折住了小油灯 这把伞 无论如何您得收下 我保证 以后绝不让孩子下矿井 点灯碑霉了 我明白这个道理了 我们工人也是人 好 有你这句话 这把伞我收下了 但你说的这些话 要保证 莫先生 我保证 湖南的毛泽东 速度可真快 他已经把安园煤矿的 工人俱乐部给建起来了 煤矿的工人有将近两万 一旦组织起来 力量不可消去 谁说我们 共产党人不会发动群众啊 一转眼两万人 这是什么样的力量 他马林 老先共产党员人少 国民党人多 指望他伤吗 他不是去南方 见孙中山了吗 是啊 让他去吧 我估计最后的结果 也是拍拍屁股 摆跑一趟 民主万岁 民主万岁 达到军阀统治 达到军阀统治 世事北伐 世事北伐 统一中国 统一中国 世事北伐 世事北伐 统一中国 统一中国 北伐必定成功 北伐必定成功 孙文万岁 孙文万岁 民主万岁 王岁 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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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北伐必定成功 北伐必定成功 我着火了 我着火了 张大林同志 衣服都穿破了 您的手没事吧 我的手没事 我愿意着火 愿意着火 我希望中国的火 越大越好 王岁同志 我懂 我也是这么希望的 我们能让共产党和国民党 一起燃烧起来吗 一起燃烧起来 一盏灯不是火 一阶灯才是火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要是见到孙中山 我一定会跟他说这个道理 我希望中国的所有的灯 能去到一起 烧成更大的火 马岁同志 我明白你的意思 一定会的 北伐必定成功 北伐必定成功 孙文万岁 孙文万岁 民主万岁 民主万岁 杂岛军法统治 世事北伐 孙文万岁 孙文万岁 真没想到南方的火 是会这么猛烈 你放心吧 玛丽 一件衣服 一条裤子 我还是赔得起的 依我说呀 应该再送一双鞋子 不 我的鞋子没问题 鞋子虽然没有被烧坏 但是玛丽先生 您可是从莫斯科一路走到了上 又从上海一路走到了桂林 很辛苦啊 鞋 我再加一双陪你 请进 来 请坐 玛丽先生 我在这里看到的革命形势 经似于俄国一九一七年的形势 我身为孙先生的北伐意志 和南方人民的革命热情所鼓舞 玛丽先生 中国啊 有句古话 叫得道夺助 得道夺助 得道夺助的意思啊 就是说得道之人呢 能够得到民众的帮助 更会得到军队的支持 孙先生得了人性啊 我的桂林啊 已经击中了五万大军 全力准备民春呢 北伐 孙先生 关于苏欧政府正式承认 孙先生的中华民国政府问题 甚至两国结盟问题 只要孙先生有意愿 我可以立即向列宁通知报告 有意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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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 就两党要联盟 姿势体大 荣在商议 对于 苏政府机位友好的态度 我是很感谢的 曼玲先生 不要介意 这也没有什么 我对孙先生跟随所说的 得到多注 十分赞赏 我以为 你如果有中国共产党的帮助 更将如虎添翼 你说的是陈独秀先生吗 不 我是这一个党 他成立还不到半年 但是他在中国的工人和民众当中 有很大的号召力 那 在中国最有号召力的人是谁 你知道吗 谁 在中国最有号召力的人不是别人 只有孙文 和他所创建的国民党 因为国民党是个民众的政大 自然包括全中国的工友 我告诉你 玛丽先生 在广州 与国民党有联系的工人 有五万多人 孙先生 您刚才说的这一点 其实马铃先生是有同感的 国民党 在青年军官中的影响和吸引力 它就像那个磁铁一样 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听 我是如何发展这些青年军官入党的 我非常愿意听 我很看重 这帮有前途的青年军人 我给他们上课 我一连讲了八天 每次讲课的时间几乎是九个小时 九个小时 我在我讲课中 我反复向他们解释 我 孙文 是中国自有孔子以来 一直到现代的 伟大改革家的继承人 我将领导他们进行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后来呢 他们都加入了国民党 他们是流着眼泪宣示的 非常煽动 当然了 就像你刚才说的社会主义 我们国民党是结成拥护的 对列宁先生所进行的革命 我孙文是尊重的敬佩的 如果国民党与共产党能正诚合作 现在还谈不上合作 我连陈独秀手下有多少个党员 我都不知道 怎么合作呢 报告 廖夫人到 孙先生 您好 孙先生 大姐 夫人 你们好 您好 有客人在 没关系 孙宁 有什么事吗 那个 仲凯特地让我赶过来 有事情向先生面饼 你说 什么事 香港的中华海员工会 联合总会派人来联络 他们准备罢工 要财政援助 仲凯请先生定夺 我们当然是义不容辞 马林先生 实在 抱歉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商谈 好好好 来 我们这边谈 嗯 马林先生 请坐 请坐 中国茶还喝得惯吗 非常好喝 嗯 龟林的山水也是假天下呢 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 一定要去 谢谢 谢谢 我怎么觉得你今天有点 说实在话 我对黎黎先生和他的事业 很敬佩 嗯 但是 难呢 难在哪儿呢 我必须要回避俄国 对我广州政府的承认 为什么呢 今天马林先生生气了 你看到了吗 生气倒不至于 如果我们与俄国结盟 嗯 那美国和英国 是一定会记恨我的 他们必愿前方白计的 去帮助直系军阀 来压制我 嗯 他们 我的北法就没希望 所以 我权衡再三 目前 我必须对俄国政府 只能做一些道义上的联络 等以后 北法成功了 我们到了北京 那个时候中俄在尖叫 我 也不迟 也不迟 可是先生我真的很担心你 担心什么 你这是在走钢丝啊 千年 我孙文 从光绪二十年开始 我一直走钢丝走到现在 可是你真的能做到 不偏不倚 你 我一直在 认真神 你 你 来 文杰兄 我是 大总统 他们仍然拒绝承认我们 美国不承认 英法异谱便都不承认 华盛顿会议的 中国代表席位 他们仍然邀请直系军阀 文杰兄 我现在说这些话 我不知你还记得我 我 就是不愿意和孙中山联系 纵然 我同情他们的主张和目的 我听出来了 这三年前 美国总统欧雅兴 对你电报的批示 我孙文永远记着威尔逊说的这些话 这些个西方猎强 惯于亵渎宫礼 而又极不知羞耻 我吴宫礼 现在你有很多朋友 你看到的笑脸也很多 可是恕我直言啊 你不觉得 大多数都是戴着面具的吗 也有不戴面具的 对 列宁先生 不早了 先睡觉吧 不过马林先生 他今天有条建议 倒是非常合我的心意 建议我成立军官学校 作为革命武装的基础 你明白吗 嗯 马林这个人还是很有头脑的 我要让他到军队去做一次演讲 好好介绍一下 所有的情况 部长兄 中府 你来了 打扰了 打扰 方便吧 方便 进来吧 进来吧 不不不 我们去忙吧 去忙吧 我们继续 向孙中山总理一鞠躬 二鞠躬 三鞠躬 要效忠一个人 还要那么恩手艺 你说这是加入封建航帮 还是加入革命政党 这当然不拖操 肯定不拖操 根据你的手法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 都要以这种方式加入国民党吗 国民党的性质 毕竟是民族主义的 反对封建军阀 反对外国同志 等一下 也给我来了 去 马林同志 你的共产主义理论 肯定比我多 而真理往往很简单 就是中国共产党 旗号的这条船 怎么可以吗 国民党那个航向开哪 啊 这完全是中国前进的 两个不同的航向嘛 但是革命不反对通路啊 你压我 你救我 我感谢你 你压我 我不服你 你不服我可以 但你必须服从真理 你不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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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我不相信共产国际的同志 人人都像你这样 我要给维京司机信信 跑步车 来了 先生 先生 上哪儿 我跟他不同路 你把他送到麦根路 得了 陈 这封信写得好 该写就该给维京思琴写信 他现在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书的书记了 他应该站出来制止玛林 你确定 列宁同志不是玛林这个意思 绝对没有 他只是问我 共产党与国民党能不能合作 他只是问一问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他很关心中国的革命 他是在病榻上接见的 我随我记得很清楚 那是在一月底 远东劳动人民大会期间 他也没有说过 共产党员统统加入国民党 绝对没有 我相信我的耳朵 那就好 国民党啊 实在是毛病态度 投机取巧 急妥协 内部复杂 明正暗逃 反此重重 不愿而足 陈先生 您放心 在重大的问题上 我的意见 永远和您是一致的 你听听啊 我反对之理由 第一 共产党和国民党 革命之宗旨完全不同 对 第二 国民党始终对美国 对军阀抱有幻想 和共产主义水火不容 第三 国民党未曾发表党告 它仍是争权夺利之政党 共产党如果加入该党 则在社会上 信仰权势 永无发展之机会 陈先生 这条写得太好了 您真是高瞻远瞩 共产党 国民党 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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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看 丸的实力是不是极大的增强了 马静同志 丸的实力是增强了 可汤都溅到桌面上了 这 这就是效果 这张桌子代表的是全中国 你看中国立刻受印象了 来 来 师母 这可是革命效果 你这么一擦 就代表徐世昌大总统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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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孩子调皮 你们吃着吃着 饺子锅里还有啊 马林同志 我以为国共两党不是不能合作 在一个饱受帝国主义列强 欺辱的封建国家里 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必须和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 对 对 再说 孙中山先生 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先行者 他在中国人民当中 有极大的号召力 对极了 希望你能多做做 陈独秀同志的工作 据我所知 陈独秀特别敬重您 不对 这话要反过来说 陈独秀同志 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 中央局书记 我们都特别地敬重他 也都特别尊重他的意见 是这样吗 是的 不过 你对这碗饺子的比喻 我觉得很新鲜 我们可以研究 中国的革命之路 不是一成不变的 一切都可以实验 我同意你的意见 可是 中国的情况不同于俄国 今夜并不一定能全部找办 但是我深信一条 只要是有利于中国革命的经验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 最终都会借鉴 并加以运用 我非常敬佩李同志 你先敬佩我妻子包的饺子吧 怎么还拿我说笑呢 来 饺子管够 多吃点 你多吃点 丁妹 你这米粉做得实在是太好吃了 我在上海从来没有吃过 这么正宗的长沙米粉 还有好多 再盛点 不了 不了 我吃饱了 谢谢啊 我这还有一 不用了 你干吗不吃 想什么 你刚才跟我说的那个情况 我很是担心啊 中国的心思比你还重 所以特意派舞到长沙 想当面听听你的意见 他说 乡区同志的意见很重要 你是什么态度 我的态度很明确 我反对两党合作 咱们共产党人太少 他们国民党人太多了 当然 虽然他们一盘散沙 但是人多 如果合作 后果可能很危险 跑不掉就是我们听他们的 你还指望 他们听咱们的 这个问题我要好好想一想 有什么好想的 这不明摆的事吗 好 好 你想 你好好想想 坐了两天船 乏得很 我想睡觉了 房间已经给你收拾好了 你去休息吧 好 那我先过去了 好 别想了 快吃饭吧 爸 我能加入你们党了吗 三哥 你看啊 你虽然派我在自修大学当树部 可是我一边做树部 一边旁听课证 这功课我基本上没有落下 而且这 那种我还做得特别好 这该让我入党了吧 这件事情 挤不来的 明天我再给你拿几本 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你的理论水平啊 还需要加强 你是我最信任的弟弟 我也希望你尽早 能成为我们党内的同志 那这今天年底之前 你该让我加入了吧 我早就跟你说过呢 我是愿意现成 共产主义事业的 今天嘛 可以考虑 上课吧 好 再见 上课了 好 上课了 走了 同学们 在世上为人 不能人云亦云 要坚持真理 坚持自己的立场 可能有错 但是在知错之前 必须要坚持 绝不能动摇 好 李先生讲得好啊 同学们 怎么还不鼓掌 不过我还要补充一点 一旦发现自己的观点有错 要勇于改正 知错能改 善莫大焉吗 我也要为润志的话鼓掌 两位先生讲得都对 咱们给两位先生 多鼓鼓掌 好 来 何明兄啊 你昨天跟我说的那个问题 我又反复地思考了一个晚上 任职怎么认为 既然马林提出了这个 国共两党合作的方案 应该有它的道理 有什么道理 眼下我们共产党员 只有一百多人 而他们国民党员呢 号称有二三十万人 嗯 相比较之下我们的力量 实在是太小了 另外呢 就国民党 反对帝国主义 反对封建主义的目标 跟我们是一致的 嗯 就光这一点啊 我们就可以与之并肩作战 任职 就因为他们有二三十万人 他们很可能一口 就把咱们这一百多人吃掉啊 既然是两党合作嘛 我们两个党就在一个阵营里面 向帝国主义 向封建军阀开火嘛 国民党为什么要吃掉自己的盟友呢 任职 你不会真的是马林的人吧 我怎么可能是他的人呢 那 我一共没跟他见过几遍 倒是你李赫明 你见他的次数比我多多了 我只是从马林提出的 这个国共两党合作的方案当中 感受到了一种创造 任职 这事可不能糊涂啊 我觉得这不是创造 这是对无产阶级理论的挑战 你不会 让我真的把你这种想法 汇报给中府吧 这又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 上个月北京的李大钊先生来信了 就跟我说了他的看法 手长怎么说 李先生认为啊 只要有益于我们革命队伍的壮大 实现反帝反封建的目标 国共两党可以尝试合作的 不行啊 你自己看 孙中山对国民党员发出的 关于推进中国革命的指示 我们共产党人当然也是可以 参照执行 但是任职我还是认为 共产党和国民党代表的是 不同的两个阶级 他们是对立的 阶级斗争的现实也不允许 对这两个政党有密切的合作 好好好 你的认为啊 我现在听清楚了 但我现在认为 你饿了 你看 走了这么远的路 说了这么多的话 肚子肯定饿了 饿了 饿了 饿了就先吃东西 吃好的东西再供应 好好好 听你的 听你的 马林的提议虽显突兀 但确实有新意 中府啊 你大可不必断然拒之 关键是党内意见不同意啊 张国焘不同意 李鹤明也坚决反对 他们认为 这是混淆了阶级是非 分属于不同阶级的两党 怎么可能叠加在一起呢 那或者 我们分两步走呢 怎么分两步走 如果说 马林的 共产党员都加入 国民党的这个提法 太过激进的话 我们可以变 两党党内合作 为两党的党外合作 怎么党 党外合作 是什么 两党平行合作嘛 两党可以互相声援 两党可以联起手来 反对帝国主义 反对封建主义 我们共产党人 也可以加入孙中山的北伐 大家一起 彻底推翻 中国的封建军阀统治 首长 你这个想法 我倒是可以接受 像李达那样的同志 也大概不会反对 平行合作 可我现在担心的问题啊 不是我们愿不愿意 与国民党联手 而是我们向国民党 提出两党联合 国民党同不同意 对吧 那孙中山总是自视很高 但是我们党可以 正式地向他提出来 对吧 众府 我的建议 你不妨去趟广州 我考虑考虑 众府啊 要去则快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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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意思我大致明白了 你是说要两党平行合作 你想过没有 我国民党多少人 到共产党多少人 先生 人既然来了 就不妨谈一谈吧 你让我去和共产党谈吗 可以啊 待我北伐成功之后 到了北京 那再谈吧 先生 北伐大业能否顺利实行 我这心里一直很忐忑 你要有信心 孟子说求则得知 革命成功首先在于有信念 你 光有信念没有用啊 你这是说什么话 党内有魏严 谁是魏严呢 您心里应该知道 你指的是陈旧明吗 是 应该立即逮捕他 以谋反论处 你这是要我的命啊 我这是在保您的命 太过急了 你太过急了 你要知道 过犹不及啊 他陈旧明反对北伐 我已经撤了他总司令的职务 你告诉我 他陈旧明会反对革命吗 会反对我孙文吗 是我把二十个营交到他手上 让他组建了岳君 是我孙文培养了他 没有我 就没有他陈旧明 可是现在恰恰相反 没有您才有他陈旧明啊先生 你不想看我 这种营交换